7月15日临时至8月5日24时,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例59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46例。 截止8月5日24时,全市现有确诊病例634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28例。 昨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为对集中医学观察人员进行核酸筛查时发现的,不会造成新的社区传播。 请大家不要恐慌,确诊病例自7月31日以来沉波动式下降,在传播传染病防控过程中,整体发病水平下降。 但又伴随小幅度,波动的情况是常见的。 所以,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不允许我们有丝毫放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